一步步接近禅州 一步步接近和辽军对垒的前沿阵地 并没有给宋真宗带来胆气 他的心头只有挥之不去的压迫感 自从石敬堂把幽云十六州割给契丹 这个草原帝国的势力就伸展到了长城以南 长城的防守意义彻底消失 禅州城对中原王朝的屏障作用变得更加突充 因为禅州是在黄河上的一个城市 而宋朝的首都开封以北 就除了黄河以外其实没有任何的天线 没有任何地理屏障可以倚藏 如果让七单人过了黄河的话 那么他们很快就会逼近到开封城下 会威胁到宋朝的核心 从国都汴梁到禅州只有二三百里的路程 按照当时骑马的速度 每天可行七十里三四天便可到达 宋真宗一行整整走了七天 十一月二十六日这一天 四股的寒风中 宋真宗的车架终于晃晃悠悠地抵达了蝉州 他鼓起的勇气也就此到了尽头 蝉州呢是南北两个城 它是跨在黄河上的 南城是在黄河的南边 北城呢是在黄河的北边 中间当时搭有浮桥 其实如果按地理距离来算 就是一条窄窄的黄河 而且是洞兵的黄河 地理距离来讲 这是一个很小的距离 但是心理距离是一个非常大的距离 因为齐单人其实就在 蝉州北城的外边 皇帝如果过河 那么对宋朝军人的这个 士气的功务是极大的 究竟过不过河 其实我们可以想象说 真宗的小我跟大我 他在斗争 为了安全行建 宋真宗坚持停留在 位于黄河南岸的蝉州南城 面对宋真宗拒不渡河的举动 寇准耐心劝导 宋军的主力都在北城 皇上若是不去北城 御驾亲征就失去意义 更何况各路大军 已经陆续到达蝉州 皇上大可不必担心安危 御驾到了黄河的南岸 就要渡河了 要上这个浮桥了 可是他的蝉夫不济 他的蝉夫不肯走了 我想蝉夫这个犹豫啊 应当在一定程度上 可以解读为是真宗的犹豫 这种形势之下呢 高森就拿他的手杖 就敲打蝉夫的背 说到了这儿了 你还不走 给我走 就这样就等于是把这个蝉夫给打过了河 皇帝御驾亲征 其象征意义远远大于军事座 这正是扣准一再主张 真宗新邻禅州的原因 真宗渡过黄河后 扣准又让他登上城楼 检阅军队 当皇帝的黄农旗出现在 蝉州北城的城楼上时 宋军将士 揭乎万岁 声门数十里 气势百倍 这场战争啊 是一场 虽然是 事出一点仓促 但是归国很高 这个宋代这些是皇帝 御驾亲征 宰相 御驾阵 各路人马都该来都来了 从辽国这一方面 是太后主持 她也精兵强将 出席这场战争 场面的都是两边的 最高领导人 所以从这个角度 是规格很大 宋辽双方相识不下 谁都输不起 历史发展到了这里 扭成了一个死结 恰恰就在这个关键节点上 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11月24日这一天 也就是宋真宗抵达 禅州的前两天 辽军主帅肖踏兰 出外侦察地形 多日来 宋军守城不出 禅州城外的野地里 不见宋军任何踪迹 可怕的寂静 覆盖了所有的杀精 埋伏已久的宋军士兵 扣动了手里的机弄 历见携带着恐怖的风声 直奔肖踏兰的灭门 他没有躲过 甚至没有来得及叫一声 就倒下了 射中肖踏兰的 是一种名为床子弩的致命武器 据说这个床子弩的射程 可以达到一千五百米 他不是说靠能力 去搬动这个机扣 不是 他要靠几个士兵 去转那个轴承 转那个轴 才能把这个弓给拉开 所以可想而知 他的射伤力有多大 他们知道萧达兰 辽军先锋 在这个时候出来的时候 在那个地方扶下这个床子弩 然后出来以后 就一箭就正好射中 这个萧达兰的额头 萧达兰的意外死亡 使整个局势 突然朝着有利于 宋军的方向发展 萧达兰的尸体 被抬回了辽军军营 萧太后痛哭失声 史书写下了这样一笔 太后哭之痛 处朝五日 萧达兰 这是辽国的一个 这次战争中的一个金先锋 也是个主帅 在两夜打北国的时候 被射就是萧达兰 萧达兰是一个很能 很能战斗的将军 所以他是个核心人物 这个战争中死这么一个大将 实际上这个对军勋来说 震动是很大的 辽军兵名禅州城下 宋真宗忐忑不安 他或许不会想到 此时真正心惊肉跳的 是辽国的萧太后 辽朝这次侵权国之力 皇太后和皇帝 御驾亲征来恭送 他的最核心的目的 应当并不是说要消灭宋朝 他最核心的目的 应当是引战促和 萧太后其实很想在他晚年解决 宋谣之间的这个边境问题 那么怎么解决 一种解决方式就是什么 和平谈判 和是他一开始就定下的目的 但是大家要知道 两军交战 如果你不能在战场上取胜的话 在和谈座上也是没有你的位置的 所以就是如果你要跟你的敌人去和谈 你一定要有实力 所以以战破河自古以来都是常用的手法 萧太后深知 战场上的优势将会转换成谈判桌上的筹码 辽军孤军深入大宋腹地六百多里 已经处在危险的境地 况且以二十万兵力对抗宋朝几十万军队 辽军胜算不大 战争打了七十多天 一座像样的城池 辽军都没打下来 眼看着战场上的优势尽失 为了达到以战破河的目的 萧太后决定孤注一掷 再次悬尸深入 抵达禅州城 本来指望依靠蝉州一战重挫宋军锐起 尽可能地在谈判桌上从宋朝手中夺得更多的秘义 奇料 蝎州未战 主将萧太兰在侦查地形时被宋军意外射死 萧太兰之死的确是 打错了辽军的这个锐气 应该说他更加坚定或者是加速了辽方 就是弹劾的这个过程 不是说萧太兰死了 然后太后就觉得我们打不了了 但你要想想太后要打打什么 她能灭宋 她灭不了 我想萧太兰之死最核心的影响应当是在这个谈判条件上 它影响的不是义和的这个大方向 它影响的可能是义和的细节 历史的神秘性 有时恰恰存在于偶然的突变当中 正是这些偶然将大战前夕的宋苗双方 置于更加难以预测的命运之中